而针对两岸服贸协议的争议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今天和洗衣业者座谈 而且强调服贸协议会在立法院逐条审查 举办公听会的时候 业者应该要站出来表达他们强硬的反对态度 而洗衣业者就很担心 大陆资金进来台湾之后 会冲击到个体经营的洗衣店 而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 他们不排除要走上街头抗议 民进党印两岸服贸协议文宣广告 发给受到冲击的产业 要集合业者的力量一起反服貌 主席苏贞昌和洗衣业者对谈 有人担心路资进来后会导致恶性竞争 甚至是直接打趴个体户 业者纷纷不平直呼要上街抗议 孙昌除了保证民进党会在立院监督 也再度批评政府签署服贸协议的不合理性 欺骗人民藐视国会 第二就是不公平竞争 第三就是影响国家安全 民意就要站出来 那时候就看民意到什么程度 民意越来越来越不敢 两岸服贸协议签署后 执政党走透透安抚产业 民进党同样啪啪噪 则是要让业者知道 可能会受到的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